今天有个重点就是我希望再结合所谓的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那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会员里面这个会员资料里面 那就是有大概100个吧 Ctrl 向下 到100后对不对 其实理论上应该至少超过100 一定是几万个人或者几十万个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如果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就是说 这个生日里面 在台湾 台湾的话 大部分都会看前面这个数 因为是民国年 不是西元年 也是台湾的民国应该知道吧 跟西元相差1911 所以如果70年次的话 你就加1911 那多少 1981 70的话就1981 那可是台湾这边是比较习惯用 你是几年次的这个叙述 年次的话就是比如说 假设他是70年次的话 这是七年级生 70到79都是七年级生 那60到69就是六年级生 所以如果假设我有个需求 刚好可能你们老板会填你一个题目 你帮我统计一下 到底那个什么呢 几年级生的在会员里面是最多的 因为我想知道 到底我们会员里面 哪一个族群的人是占比最大的 当然你不能说用眼睛看 好像看起来七年级生好像最多 但是你不能说好像 因为其实学习ESEL的话其实就是能够精确 能够真的把一个数据给取得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统计分析的结果是长这样 就是我希望得到一个报表 就是帮我把五年级生的数量 六年级七年级生的分别取出来 另外的话呢 帮我绘制一个图表 然后我也可以一目了然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ESEL里面 我觉得第二重要的 第一重要是函数 所以刚刚你们做的这些东西 这个动作都是使用函数 所串接出来的公式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熟练 最好能够达到就是 你看到什么 马上可以把你要的公式把它打出来 这个才是及格 至少及格啦 OK 因为如果你做不出来 变成怎么办 头发练钢了 慢慢敲嘛 一个一个慢慢打 那打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 在这个企业上班的很多人 我看很多上班族一样 每天都一直加班 那我就问说 你为什么要一直加班 我看到他的动作就知道 他每天在Ctrl-C Ctrl-V Ctrl-C Ctrl-V 每天都一直做重度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在那边敲 就像这个资料 如果你不会公式 你变成你要自己打 打到什么时候 几万笔 几万笔 还真的有人几万笔 慢慢敲 敲到下班还敲不完 还要加班 如果我是老板 我会觉得说 你明明就是一个函数 一个公式就完成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会 那表示是你的专业有问题 而不是公司要你加班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领加班费的话 其实不合理 说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应该会的话 那你应该 你就会的话就简单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果说呢 假如你要统计分析的话 那我觉得 以私有里面第二重要的 就是枢纽分析表 OK 然后产生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做枢纽分析之前 特别重要 它的功能在这里 插入有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等一下就用这个功能 插入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就用这个 OK 这个是我觉得 以私有里面第二重要的 如果你不会用枢纽分析表 以后你可能到企业上班 人家会觉得说 你会用以私有吗 应该你不会用 表示你其实也应该是不会用 所以至少你要学会 函数跟枢纽分析表 那怎么统计分析 第一个 如果你要统计分析什么 什么资料之前 你要先确定说 你有没有这个栏位 比如说我要统计分析 几年次 那你要看说 有没有年次这个栏位 好像年次 没有嘛 那可是有没有一个接近的 有 生日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栏位 叫做年次 也许你可以在 i3的上这边打一个叫年次的栏位 年次 然后这个年次栏位的话 如果我希望让它的栏位 长得跟其他一样的话 那怎么办 你可以先点选这一个 然后在常用里面找到一个刷子 这要复制格式 把这个格式复制一下 再刷到年次这边来 OK 那就有一个年次栏位 那这个年次栏位从哪边取得呢 从生日里面的前两个字取过来 那你想说老师我知道前两个字很简单 插入函数里面不是 前两个字还记得吧 前两个字就左边算过来 两个字嘛 假设你直接按确定 那LAPT的话你直接把这个身子给它 然后你说两个字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呢 得到的结果 奇怪了 我不是要两个字 那为什么我得到的却是 29呢 明明你是70啊 为什么你这边显示出来是29 不对啊 哪边有问题呢 是电脑坏掉了吗 其实跟各位讲不是啦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其实 并不是它最真实的存在 那你说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呢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如果您把它打回原型 不要有任何格式的话 其实它是格式化的日期 那你把它改为通用 这个就是它最真实的存在了 OK 那你说为什么它是29,846呢 好像不太合理耶 跟各位讲啦 其实呢 这个在Excel的日期 它怎么定义的 其实非常简单 你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呢 它的日期的第一天就1900 在1月1号 所以这一天是1 12号是2 所以到它的生日的话 已经经过29,846天了 OK 所以其实日期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说啦 在Excel里面的历史的第一天 就是1900年的1月1号 OK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在更古老的年代的话 那怎么办 很抱歉 Excel不管这个 Excel里面呢 它不是历史啦 所以它其实就定义 1900是第一天就对了 所以以前的我都不知道 假如说你会不会是负的 如果假设你这边输入1900的1月1号 类似这样的格式 那你可以把它按右键出成格式 改成通用之后它变1了 有没有看到 它变1了 OK 有没有它第一天 我是没试过了 如果它这个是题外话 如果你把它改成1800的话 它会变怎么样 它其实跟各位讲 它不会理你 它还是1800的1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了 它就跟日期无关了 因为它看不懂 就变一串文字了 我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因为 那你说为什么它不把那个 比较早的日期定 因为那个不是它需要 因为它这个工具 主要是管未来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管过去发生的事情 OK 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所以呢 它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 会是得到29 应该是蛮 不会意外 因为它里面真实存在这29 所以切这前两个字也29 跟你说老师不对啊 这样的话我怎么取得 前两个字的这个呢 其实跟各位讲 关键来了 按右键 出成格式 你其实跟刚刚一样 切到自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自定里面不是有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格式 对不对 那这个格式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真正把它转换成 它外表长的样子 我有讲过嘛 你可以用Test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转换成 它真实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文字 再利用Labs去切割 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所以要两个阶段 那两阶段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我先利用Test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文字里面的那个Test OK 不过在Test之前 因为Test会需要一个Format Test 所以我取消一下 我先把这边的Format Test 先复制一下 按右键存格式 自定一下 然后找到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OK 复制完之后呢 把它取消 直接就是 把刚刚的那个 复制的那个 那个制定里面的那一串资料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Format Test 这个里面 记得先加两个双以后 移到中间 再把它贴上 OK 这样就好了 不过你说老师 那到底这贴什么 不管 反正你贴就对了 看不懂也没关系 反正它意思就是说 它要如何把它格式化这一件事 再来的话 Value的部分 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取给它 那你会发现 它本来是29846 那经过这一串之后呢 它得到的就是你要的了 OK 所以目前利用Test 它真的帮你转出来了 所以Test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 很多工作 你是做不出来结果的 因为很多人每天都 遇到格式的问题 说老师 为什么我看到 可是我要取 就取不出我要的东西 我说很简单 你是不会Test函数 对 他说从来没用过 学一下好了 这问题就要解决了 OK 所以以后你遇到类似的状况 真的Test函数 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然后按确定之后 好 第一个已经有了 第二个请你在等号后面 再加一个Labs 我习惯自己打 因为这样比较快 要不要打一个L 它这边会出现Labs 你先把它点两下 它会出现Labs前刮符 有没有 那你在后面这边加一个逗点 要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然后再加后刮符一下 这样就OK了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把公式减下 再放到Labs 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很多 你只要不要打错 打勾看看 是不是得到70 有没有 那当你把它向下填满 应该OK啦 但是各位请注意一下 这个还没结束 有没有发现 这个70 它的字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数字呢 它是靠左边对齐 还是靠右边对齐 靠左边嘛 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靠左边对齐的话 那它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呢 它是一个70的文字喔 OK 你说 为什么文字会靠左 这是固定的规则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跟各位讲 因为待会我们要做出来的结果 我需要做一个群组 群组的话呢 比如说50到59 60到69 这样的一个群组 如果你给它数 给它文字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群组 因为群组的话 一定要是数字才能群组 也就是说呢 这个range的话 一定是一个数字喔 它才有办法帮你把它放在一起 你以后用文字它看不懂 它就是一个50的一个文字喔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你还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70的文字 最后还要再转成什么 转成70的数字 前后没有双以后的状态喔 变成这样喔 那可是要怎么转呢 其实最后喔 你还需要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 当然如果你够认真的话 你插入函数喔 在文字类的最下面吧 应该倒数第二个喔 那我是牵引啊 你没事可以这样逛一下 哪一个哪一个 那你最后可能逛到 倒数第二个 你应该可以逛到你需要的 底下有说明嘛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函数就是可以帮我做这件事 那你把这个文字给他 他就帮你把它改成数字了 OK 然后按确定啦 比如我在旁边这个出称格练习好了 那你会发现喔 如果你用value跟没有用value 一看就应该可以看出差异了吧 如果啦喔 假如是数字喔 一律靠右对齐 如果是文字才是靠左对齐 这不说细节喔 如果没仔细 没有特别注意 很容易发现错误了 那你说老师 文字跟数字不一样吗 完完全全不一样 虽然你眼睛看到是一样的 但是以seal看到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他帮你处理 以他为主 不是以你为主啦 你不能说一直以你的角度去看 那绝对是错误的啦 OK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的话 要把它串在一起好了 所以最后这个公式还蛮长的 外面再包一个value 打一个v好了 然后value就出来 点两下 前刮物有了 再补一个后刮物就可以了 打个勾 打勾完之后他就变70了 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阶段就完工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增加一个栏位叫年次 这公式有点长喔 1 2 3 这公式云端上也有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 可以就这一串 应该在第四页里方 外面先还给各位 合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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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